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谈南希的名称 还有他的演员行程和刘伯这个题目 我们戏曲的这个研究 从王国伟先生算起到现在不过是110年 那就一门学问的研究来说 他是年轻还是老大 还年轻 就文学来说新诗是幼稚园还是中年 新诗还是很幼稚的 你想一想我们的旧诗 历史有诗经算起 那就有三千多年 所以这个文学它是随着时代 会慢慢长进的 学术的研究也一样 不过后来就一定居上 后来往往就会突飞猛进 对不对 所以戏曲学术 因为还是一大片臥野 没有好好开垦 也就是说 相对的它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很多 会很多 拿戏曲史的研究来说 戏曲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 形成于什么时候 恐怕连这样的问题都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 约定俗成或者是 就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共识 那戏曲里边 北方的是以什么为主体 别曲杂句 南方的是南曲戏文 我也常和各位说过 这就好像 我们整个中国大地的 这个长江黄河一样 两个文学的大动物 戏曲文学的大动物 可是北俱南戏 同样存在的 到底它花 原生于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才真正形成 这些问题 也是还没有定论 这篇文章我是 在1996 97年 我想各位把这个引言念一遍 就知道这个写作洞悉 还有在距离现在多少年 正好20年 对不对 20年前 如果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就知道 20年前 两个人的未来一件事 差一点当场打起家来 好把它念一遍 我再来补充说明 嗯 南戏北剧是 中国古剧研究的两大课题 学者研究偏向北剧 南戏研究自1915年 王国为出版宋元戏去考 起其端序后 30年代 赵锦生有宋元戏文本世 前南阳有宋元南戏百一路 陆侃如与冯元君抗力 何有南戏时宜 50年代 前南阳又有宋元戏文集议 赵锦生又有原名南戏考略 其主要成绩均在勾集叙录 近20年来 南戏研究史拓展领域 前南阳著戏文概论1981 装衣服编著古典戏曲存木会考 1982 留念资助南戏新政1986 尤其1988年4月 大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与福建省文化厅在泉州普田 联合举办南戏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戏更明显成为戏曲研究的热门论题 该次讨论会 集有论文29篇 何为南戏论集1988 1991年 春又在泉州召开 中国南戏暨戏 慕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结集有南戏影响一书 期间浙江省温州市 艺术研究室 亦出版南戏探讨集多集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的艺术研究 亦每刊展相关研究 而金宁芬的南戏研究变迁1992 和彭飞朱建明编辑之 戏文序录1993 以及于为名的宋元南戏考论1994 也都是重要论著 1996年10月18日至22日 彼者率领所指导的 柏硕士研究生 游宗容、郝玉祥等6人 到泉州参加第三届 国际南戏学术讨论会 并观赏黎原戏、高甲戏、傀儡戏的演出 受益颇多 对于南戏 比者未常写过一字论文 但其研究既已成显学 前辈实贤各书所见 有如花果净凡 个人也因教学所需 颇事阅读 虽未必尽能 寒如殷华 然偶能从中感悟 以为南戏之名称 渊源形成和留博 实为最紧要之问题 而学者争议尚多 即此次讨论会而言 一元多派说 与多元并且说 有相持不下 逼者乃不传简陋 于会议上发言 略书一己所见 其大要为 一、财系之渊源形成与留博之过程 从其本身名称之演变 即可求得 一集 胡林生锁为农村初起时 小戏之名 永家杂剧或温州杂剧 为集取宋观本杂剧 成分进入城市 而留博他方时 小戏之名 戏文或戏曲 为集取宋代说唱之故事 乐曲成分发展 而为大戏之名 永家戏曲为留博于他方 大戏之名 南曲戏文为对北曲杂剧而言 显见其势力以南北对质 南戏文、南戏皆为南曲戏文之首称 南戏文对北杂剧而言 南戏则对北剧而言 二、学者所以有多元并其说 乃因为律集以下三个观念 其一、戏曲之始生为小戏 其成熟则为大戏 其二、小戏为简单之歌舞艺术 可以多元并其 大戏为综合性质文学与艺术 只能一元而多派 其三、剧种有体制剧种与枪调剧种之别 作为体制剧种之南戏 在其发源形成地 温州唱温州腔 但流传至浦田、泉州、张州、朝州 则或改唱浦腔、泉腔、张腔、朝腔 成为不同的腔调剧种 而若就体制剧种而言 则仍皆水南戏 以上这些观念 颇获会议主席柯子民先生 和在场学者的呼应支持 认为对于来戏的名称、渊源、行程和流伯 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应感详为论述以救证方家 好,各位就可见 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 动机 就是我和我带领 当时我指导的一些博硕师生 早年的时候 我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几乎都把我指导的学生带出去 这几年因为老了 体力不那么足 所以就很少在做这样的事 那么当时候 这个讨论会是可以说盛会参加的学者很多 其中就谈到南曲细文 它到底怎么延伸 于说就有多元病起 多元病起就是 但是同时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 还有一元多派说只能一个地方 然后再分出去 分出去 那一元多派说 是我一个朋友 就是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 孙崇涛先生 孙崇涛 崇尚的崇 涛 浪涛的 浪涛的这个涛 孙崇涛 他个子高高瘦瘦的 那和他辩论的呢 瘦瘦的 但是比他小一点 但两个人争论起来 嗓门都很大 脖子都 筋都露出来了 几乎要打架 所以未学术 这种情况 我看过的不止一遍 其实呢 不必到这种意气相争 那当然都各有说法 那一天呢 很有趣的事是 主持这个会的 那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常护院长 叫薛若林 薛平贵薛若 就是如果那个肉 林呢 就琳琅满目的林 他呢 和我是好朋友 他到几岁 那天中午啊 我们两个人呢 就被 当地的这个文化局啊 去请去喝酒 开会喝酒 那两个人一喝啊 八个人喝掉六瓶 六瓶那个 五粮衣 就可见很多了 那时候你们老师还是不像现在 这个看起来又KK的那个样子 所以啊 二十年前嘛 你们想一想是不一样 和现在毕竟不一样 那喝完以后 就册封他为大陆最高的这个职位 对这个第七富党魁 他呢 马上行轻功大礼 你们知道 轻功 我都要服务他 可见都喝了一塌无土了 那这个进去以后啊 他坐在我对面 他就养货 拼命养货 这样子 我也支撑不住 就在那边打瞌睡 他往后扬我就往前说是 是 这样 那后来呢 他因为这个 这个讨论很激烈 那个主持会议的是 他们文化厅副厅长 福建 叫歌子名 叫做我都写了 我你人名什么都写了 只有吵架的人 没有人把它写出来 就表示这一些啊 就是当时候的记史 我写东西呢 喜欢呢 记载一些啊 这个 这个 雪泥红枣 红枣那样的事情 那呢 他呢就说 哎呀 大概他也觉得我已经在为大瞌睡了 要点醒我啊 所以就说 我们来听听呢 这个台湾来的这个曾教授的意见 所以 林曾老师有个本事啊 虽然呢 好像在睡觉 但是在讨论什么的 大指 我都还记得 这个已经是明文两岸了 所以呢 我以前 哦 要我发言 好 我就发言 我发言呢也不客气 就发言了25分钟 刚才所写的这一段呢 就是我发言的怎么样 主要内容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 有关南西的这个渊源形成 我有个想法 那就是 应当如何来 以一个 切入点 来重新探讨 哦 这是第一 因为我在我的观念 古代 戏区研究最缺少的是什么 就是资料 为什么缺少啊 大家不重视 文人根本看不起 所以很少把它记载下来 尤其呢 当这个戏区 原生或者在盛大演出的时候 文人我然的记一笔 有没有谁会把来龙去梦把它说清楚啊 不会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都要 都只是从古人凌凌散散的这种 记录 等于披萨减金那样在弄 但是很关键的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呢 好些问题都 争论不休 是这个缘故 是这个缘故 因为呢 用整篇的东西来写的 那个叙述或者论文 根本没有 都是日记式的或者 我发性的一种感触 把它写下来而已 因此啊 就很难研究 可是我想到呢 一点 这个从文献看来 有关南系的这个名称啊 却有十二个 有十二个 我就想说 南系这么多名称 会不会和我们人一样啊 我们人的一生 是不是小时候有乳名啊 乳 长大上学的时候有学名啊 成年以后 是不是被称小姐先生啊 对不对啊 你得到学位以后 是不是就被称博士啊 寿司比较人称啦 他博士 好 那你一教书 是不是有人称为 你老师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教授 如果你还当主任 院长或者是 贵委部长 你的名称 妥协 都可以代表你的怎么样 生命史 对不对啊 比如说我当我被称教授的时候 我可能不可能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啊 就不可能啊 我在这个什么呢 被称为Naga 那是我刚生下来 还在日居时代 我勇 勇意的那个勇 是Naga 那就称Naga 所以我被称Naga的时候 一定在地上跑 包尿布的时代啊 对不对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就好像我们呢 三皇五代 秦汉 历朝历代 唐宋燕明清 这些名称下来来 是不是中国史啊 所以你把这个 这个南曲细文的名称 这个北曲杂句的名称 把它排列下来 排列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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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出来 搞出来你还要了解一些 基本的这个什么呢 学识 那一天他们争吵不休的缘故 第一 他们不知道有小细大细的分别 巨种 和巨种呢 有体制巨种和什么 腔调巨种的差异 两者之间 又是有互动的关系 这些呢 当时候啊 我认为大陆学者都没有留意到 没有留意到 所以就争论不休 那把这些啊 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些 说完以后 大家呢 后来会议结束 我变成被包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大家都觉得我说的最有道理 那个主席也特别说 曾相应所说的 我们真是要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 所以那一次的会议 我就回来写了这篇东西 那么这篇东西呢 有好几个人已经告诉我 他们都当教材在用 意思就是说 南西呢 就从此啊 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这个 理路 发展时的 可看 可是我自己呢 觉得啊 其中呢 还有一些啊 和后来 我自己发现的文献 还难以把它完全啊 来贴合的地方 因此我又写了一篇 勇家杂具啊 应 成立于 北宋 也就是说 把那个 更早的 南西是 完全成熟成立 在南宋 中叶 光中 这大概没问题 可是它更早的 这个小细阶段的 本身的这个行程 应当 不只在北宋末 应当拉到北宋中叶 这个是我另外一个资料 可是因为它 没有怎么样 没有其他辅佐的证据 所以到现在 只是提出一个假说 各位知道啊 学术 当证据不是十分齐全 不能正成 不能正成的时候 就还是一个假说 这个假说呢 说的有道理 大家也只好跟着来 否则的话呢 就说不下去了 就好像科学上 也有假说 就叫学说 那学说如果 经过后来的科学家 把它实验证明 它就成为怎么样 定律了 定律 道理都一样 而因此呢 那我就把 在第三页 佩馨你把第三页 我们所举出来的 那个 南戏的名称 光念那个名称就好 把它念一遍 南戏的名称 一 一 勇家戏曲 二 戏曲 三 戏文 四 南戏文 五 南曲戏文 六 南戏 七 温州杂句 八 勇家杂句 九 五林声走 五林声走 十 南词 十一 南曲 十二 传奇 好 这个到第五 第几 第五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可以看出 看出这个 看出这个 看出它总共有十二个什么样 十二个名称 这十二个名称 我们也要有分析的能力 各位再翻开第六页 第六页 第六页 下边 把这十二个名称呢 就可以分作五组 这五 这五 刚才的那个十二个名称 是从这个 它的出现的时代 出现的时代来说 那么出现的时代 名称出现的时代 以这个戏曲文献那样残破不堪 它出现的时代 是不是最先 时代最先的 可能就是 它最早的啊 这不一定 因为它文献太残缺了 所以我们这十二个呢 就要重新观照 观照的结果 我把它分作五组 第六页 我把入生字也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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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温周杂聚 永家杂聚 这是同一组的 戏文难戏文 南戏文 南戏戏文 南戏 戏文 这是同一组的 然后戏戏 永家戏戏 第四组 传奇难词难取 第五组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分组呢 就是 它这五组里边 可以看出 可以排除掉一些 没有必要的名称 比如说 当有人称呼你某小姐 或称呼你某先生 请问这个小姐先生 要定位你的年代 你的生命史 你的年龄 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为什么啊 因为它是个共称 只要一个成年人大概呢 只要一个成年人大概呢 都会称她 先生小姐 到了 九十岁也可以称先生啊 也可以称小姐啊 拿洋人来说啊 除非你故意要说 哎哟一六KK的老太太啊 你好啊 那当然是不一样 你们潘老师最有 最怕我称呼她 老太太你最近好吗 所以先生小姐 这是一个共称 本身啊 就不难以定这个定位 最多只能说 你已经成年了 像人的这个先生小姐 这种共称 就不必要 尤其呢 当你说你中国人 你台湾人 你台北人 那更怎么样 更犯得不得了 我们都可以称 中国人 但是不一定能称台湾人 不一定能称台南人 但是这个范城 也没有多大意 所以第一呢 我们就先把那些不重要的 先排除掉 佩馨宇 第七行 把那练习 这第七页 其中 其中 第五组的三个名称 都是借用而来 传奇出自唐人培行有传奇六卷 因为小说内容曲折 其人其事 引人入胜 所以情节特性 与之相仿佛的诸公调 北曲杂句 喊南曲细文 便也借用为名 而南词与南曲 则借主体之词曲 为此种戏剧 乃用南方之语言与音乐演唱 强调其语言即称南词 强调其音乐即称南曲 可见这三个名称 均仅就其片面性格而言 所以每被置之不论 此外的九个名称中 从陆鬼不得之 南细文实为南曲细文之省称 更由此推之 南细当为南细文之进一步省约 又从草木子得之 南细用于北院本对句 北院本即北杂句 所以似有在重说静云 金元人呼北剧为杂句 南细为细文 明显以北剧南细对称 杂句细文并提 而这是金元人才有的称呼 再从草木子和南词叙录之 既称南细又称细文 字里行间似可见 明显以南细与北剧对立之剧种 而以细文称其剧本 更从青楼集 南细与戏曲等同 且与杂句并列 所以错更路的戏曲 自是戏文 而水云村稿的永家戏曲 也就是永家戏文 逼者以为 有关南细的这些不同的名称 就和一个人 又有乳名 少有学名 长有字 老有号一样 由每一名称所代表的意义 即可观察其整个生命史 这也和中国唐宋云明清 历朝历代一般 由其建号次帝 即可盖建其历史变称之过程 因此南细的这些艺名中 其实已经隐含其渊源形成与流布的过程 那就是狐狸伸手建其渊源 温州小句 慢慢来 慢慢来 渐其成为小戏与流布的火力 戏文戏曲 渐其由小戏及曲说唱文学发展成为大戏 渐家戏曲渐其大戏流布之火力 南戏渐其音语匪句势均力敌 请如此论整其说 好 那么我们把这五组呢 排除了传奇 为什么传奇呢 传奇 只在说明他的故事内容怎么样 曲折 引人入圣 那凡是曲折引人入圣的 都可以称传奇 所以唐代的传奇小说也是传奇 宋代的 宋经的诸公调 也是可以称 圆杂剧也是可以称 因为他们都是故事曲折引人入圣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这个蓝戏也可以称 因为他们都是叙述文学 都是引人入圣 所以传奇没多大意义 南词 南曲 只是在强调他所用的这个什么文学的语言 是南方的 所以叫南词 音乐歌曲呢是南方的 所以叫南曲 所以这也是很广的共性 可是护灵生树 这个就有点特别了 然后永迦杂剧 温州杂剧 永迦 温州 他都是一个静明 历代变迁 所以永迦可以等于是温州 所以永迦杂剧 所以永迦杂剧 温州杂剧 这是可以画等号的 然后呢 南曲细文 南细文 显然是什么 一个一个简称 在神 就是细文 或者南细 所谓南曲细文 南细文 细文 南细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 一样的东西 那么细文和细曲呢 在重文线上再把它考察 你强调他的这个文本 强调他的这个故事的这个 内涵 情节内涵 就是细文 细文 我们现在闽南画还有细文 对不对 那细曲也有啊 细曲 可见细曲细文指示怎么样 强调的部分不一样而已 细曲就强调他的怎么样 曲牌音乐 他的音乐 所以细曲细文也可以画等号 好 所以这里边事实上呢 已经有三部曲了 有三部曲 最后一个叫 勇家戏曲 勇家戏曲 可见他是不是在勇家地方称的啊 还是由勇家传播出去以后 被其他的地方称呼的啊 被其他地方称呼的 在逻辑上 这么简单的事好 虽然讲不通耶 被人称呼的 所以勇家戏曲已经 告诉你他什么 有能力留步出去了 他就留步在外 就像被称京剧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在北京啊 他已经在上海啦 在天津啦 在北京他只称皮方戏啊 皮方 所以这四部曲 其实呢 我已经在这里边先把它点出 这四个名称代表不一样的意义 呼林声说 就是刚原声的小戏时代 勇家戏曲 也可见他留步出去了 但他称戏曲 请问戏曲这个名词是起源于什么时代啊 宋代啊 宋戏曲啊 我们说宋戏有广义侠义 广义呢就和百戏 脚底戏一样 是许多表演艺术的总称 狭义的是宫廷什么呀 宫廷记忆里边 十三部社里边的乙种 那就是宫廷小戏 是参军戏的敌派 那在宋代杂剧 是居一代表演艺术的主流地位 那他称永家杂剧 可见有没有从这个宋代的杂剧这里 积取了滋养过来啦 所以一定积取滋养过来啦 也就是说小戏有没有自己往前进一步发展啊 就有啦 然后戏曲戏文就是大戏 大戏再流播出去 就是永家戏曲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 分做这个四个组了 所以开始一组一组的加一考证 各位看 第八 南系的渊源 从护林生寿到永家杂剧 下边就是来考树这个问题 护林生寿呢 这四个字啊 学者也花了不少的篇幅啊 也各说各话了半天 而且 参与讨论的 都相当著名的学者 可是啊 他们犯了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有时候啊 很简单很浅的事情 就不要求知怎么样 过深 学者很容易犯了毛病 就移浅坐深 就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他把他说的这个什么呢 太复杂了 好像不这样呢 不至于显示出 他学问比人高一点 但这是着火入谋 如果说人家寒韵力很强 很有深的量寒 你看不出来 你看到的是皮毛 那是你学养不足 学养不足 所以这两者啊 都要避讳的 因此呢最好是 深则深之 浅则浅之 这是我一再也向同学们提醒的 就是要 恰到好处 不要这个 以浅坐深 也不要以身坐浅 应当要深则深之 浅则浅之 这个护灵深受啊 护灵这两个字 考察这个问题的学者啊 也忽略了 一个问题 那就是一种戏渠的语言啊 戏渠的语言 是来自民间 还是来自于这个什么样 这个 来自于高温点册啊 当然是民间 可是戏渠语言 虽然来自民间 但是他约定 俗成成为戏渠的语言之后 在被民间用回去的时候 会不会意义 有点变化啊 会有点变化 打个比喻说 小生 他说 他可是我们班里边的英俊小生啊 那这时候的小生是怎么样 就取其他 英俊年轻的意思了 虽然小生的生 是从世景口语 对男人的称呼 先生 书生 儒生 这样借用过去的戏渠的专有名词 但是当被人家说 他是我们班上的英俊小生 那么这时候的英俊小生呢 自在强调两件事 第一 他长得帅又年轻 比如说当年国民党 当大陆这个什么集中权位开了 大陆什么又开楼了 把一个会议呢 开始举行叫开楼 这是不是借用 演出的开楼就戏的开楼啊 昨天谁请我排场好大哦 排场是什么 排场本来是戏里边的 演出的 呈现出来的那个 氛围 那种这个氛围的种种类型特色 可是你现在所说的 昨天排场好大 那就表示什么呀 人要不要多啊 菜要不要丰盛啊 这个什么 装房要不要互利堂房啊 所以就这个排场 就不一样 户灵生硕的这个最简单的意义啊 那个户灵两个字啊 你们想到这个户 是不是参君戏演对手戏的叫什么 仓户 所以户灵就是像仓户这样的灵人 仓户这样灵人 那仓户是什么样灵人啊 是古迹灰蝎啊 古迹灰蝎的灵人啊 生硕 生硕 缅然话叫声少 比如说呢 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声调不对啊 这个什么对方听的 耳朵不舒服啊 噢 你这很坏声少啊 所以生硕就是表示这个什么呢 一个古迹灰蝎的演员 他表演时候令大家可以非常怎么样 非常感到古迹灰蝎的那个 那一种语调啊那样的一种表演 古迹灰蝎表演的那个样子 所以 所以复灵蝎是大戏还是小戏啊 是小戏嘛 就这么简单 那么一个这个要古迹灰蝎的演员演出的时候 他会不会结结巴巴 当然不会结结巴巴 所以复灵就变成什么 流利 变成非常流利 变成非常流利 所以后来的复灵 由于民间语言 我们常说民间语言会有什么额变啊 有阴桶 对不对啊 阴桶 或者阴静 等那种变化 所以复灵呢 这里边呢有一位学者啊 他呢就把这个复灵啊 这个所有这个同意词啊 都找出来 那我的那个朋友啊 老朋友呢 落地先生 哇考证得更 挖得更深 但是呢 都 我认为都求之过深 求之过深 而且呢 他们忽略了 戏曲语言 他这个 起自民间 但是在民间又借用回去的时候 又会变化 这一些基本原则 所以各位这个自己看 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 最简单的一种怎么样 谴责 谴质 的一种论述 而且我们有没有根据啊 我们并不是胡说八道啊 因父灵就参妇啊 灵就灵人啊 深朗呢 就是表演的口文啊 母鸡灰鞋的口文啊 这也都是合乎这个语言的解释啊 所以这是小戏时代的称呼 这是傅林生说啊 那他 原生啊 最起先呢 因为我们从明代的这个十一位和柱云铭这些的一些记载啊 那么要推定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各位应当用什么方法呢 有一个叫借兵怎么样 定竹坊 什么叫借兵定竹坊 比如说 将来有人考证 说统一两岸的党魁 到底生于什么时候 哎呀 史料没有记载 可是他一天到晚 这个 和谁在一起 尤其还撤封了吴敦毅啊 这个不要记住 吴敦毅呢 为第15副党魁 那吴敦毅是大官贵人啊 他生于什么 可见他可以撤封他 连背差不多 而且又可以撤封他 应当比他老一点 所以他大看什么时候 这个叫借兵定竹坊 那么我们呢 几个点呢 可以 可以 可以这个 把他这个考察出来 一个呢 就是 南区细文 那个著名的最开始 大家觉得 已经著名了 王回富贵英啊 这一些 他呢 已经盛行都下 都下 都下就是什么 杭州 那时候的杭州 而这个呢就是在光宗年间 光宗只有几年呢 四年 四年呢 怎么差也差不会离得很远 如果乾隆的话 你看六十年 康熙六十年 这个 这个乾隆出案 乾隆梦差很远 但他光宗只有四年 所以光宗间 就是那四年之内 考察一件事 考察一件事 也算相当 有一个基准 还有就是 福济先生 所发现的一条 资料 就是 勇家戏渠的 这一条资料 所以 他就在 这个什么呢 什么宗啊 是 南宋 宋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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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春间呢 这个也是定点的 第二十月 等一下我们说 那像这样两个定点 那像这样两个定点 在弦春间 他 戏曲有流播到什么的迹象啊 到这个 到江西南峰的这个 记载 而且这是 因为弦春间 本身啊 也没有多少年 他总共啊 有九年 十年 弦春间有十年 所以 也不是很长的时间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弦春间流传到 杭州的 各位看这个 二十一月 中上 奇亚有没有 找到了 奇亚 这些 就是宋渡宗 弦春四五年 王范 戏文 胜于都下 可见又传到哪里了 杭州 都在这个 这个 弦春这几年 嗯 类似这几个定点呢 给我们呢 就可以来考察 诚意的时间 留播的时间 留播的时间 这运用的是 借兵定主法 那么勇家杂聚呢 他显然 这个杂聚 是不是宫廷杂聚啊 还是民间的杂聚啊 由宫廷流播出来的 民间杂聚 那又是产生了一个问题 宋代的宫廷杂聚 到底有没有留播到民间啊 参军系 我们都知道 留播到民间的 那么这个 宋杂聚当然有 所以我们举出了文献资料 留播到民间的那个 情形 同时我们也举出了 把田野考古的资料 送杂聚工廷 也留不到民间 所以这样的民间的 这工廷杂聚 会不会 和这个 这个 其 其 温州的 勇家 这就是说 其温州 勇家 这个地方 地方小戏 接触 留播啊 而这个 温州的地方小戏 它被关成 勇家杂聚 温州杂聚 可见它也留播出去啦 所以两个碰在一起 它一定激取了什么 宫廷杂聚的一些 宫廷杂聚的一些滋养 这些滋养 应当在音乐方面 因为原来歌谣小调 民间宫廷的音乐是 词乐 词乐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 它的这个 本身的成长 那光宗年间 已经这个什么呢 可以考察它 戏棋成立 渡州 弦存间 留播 起码我们可以找到 两个定点的留播 都在宋渡中 弦存年间 可见宋渡中 弦存年间的细文 是兴盛的还是没落的 是兴盛的 所以它起码可以留播到 江西的南风 首都的怎么样 杭州 有点 我要借这个机会 和各位说的 资料的运用 那就请各位看第二十页 像这样 在永迦完成 和盛行的细文或细曲 以其生命力之雄厚 自然也会外流 请看下面 两条重要资料 其一 留心 水云春稿 此人 无用章 无用章 无数烟 永远提出 波少年画之 而后 银花盛 正应歇 然 周里 已老 游歌 用章词 不致也 其苦心 一概无负 用章 所擅长的词乐 那 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尹蛙圣 尹蛙是指什么 勇家戏曲 的音乐 他看不起勇家戏曲 好 接着这一条资料 这条资料为胡记所发现 交给落地撰文 题为一条极珍贵资料发现 戏曲和永迦戏曲首件 在浙江省艺术研究所 艺术研究1989年12月第十一集 收入落地浙江语戏曲一书 胡记有记云 刘勋比周密少八岁 比张岩长八岁 此条材料名言 至贤纯永迦戏曲曲初 且不久即传至江西南风一带云云 即可贵 戏曲一词 比错更路所记得 约早六十年 卓作已发表者未及采用 愿落宫及早补入浙江 实为姓氏 以似立下于后诸西回甘氏 胡氏所发现的这条资料 诚然极可贵 但所云至贤纯永迦戏曲初 铺盛年画之 而后银蛙盛正阴歇 时指永迦戏曲 在宋渡中贤纯年间出现在 江西南风一带 当地年轻人甚为喜欢 争相歌唱效法 以致 连号称为正音的词乐 都敌不住而为之摔腿 所以 闲存并非指永迦戏曲本身形成发声的时间 而是指刘步江西南风的年代 由此 戏曲名为永迦 也可见其自永迦流步而来 有没有在批评我的好朋友这个胡继先生啊 是批评他 因为他的治理行间显然他 误以为怎么样 误以为 误以为 闲存就是 永迦戏曲 怎么样 形成的时间 形成的时间 和流步到南风的时间 是不是同一件事啊 是不同一件事 所以他这个 这个就是个误解 误解容易误导 这是第一 这是两回事情 第二呢 你看看 文人与文人之间 是多么可爱啊 他发现了这条珍贵的资料 他来不及用 赶紧给他的好朋友落地 对不对啊 叫你赶紧用上 不过还好落地呢 不知道有没有用错了 他如果说 可见南渠戏文是 形成于闲存间 那就错了 这是第二 第三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来龙去谋 说得这么清清楚楚呢 第一 我们要尊重 这一条资料的珍贵性 人家是 人家 翻了多少书 才找到的 你就应当 把这个功劳 彰显给 给这个胡继先 而因为一般人呢 就简单的说 就直接隐了 隐了 是可以 也不算犯错 因为它是资料 但是如果这个资料 已经被大家用得很熟了 大家人人都已经用得很熟了 那么你直接引用无所谓 可是 胡继先生 他是 发现的 是大家从来不知道的 这是两回事情 我 借这个机会 告诉同学呢 运用资料 我们应当也要有 这种学术的 这个 精度和 和这个 这样对自己无损 但是 是应当的 这个 学术的 态度 好 那么这样一条资料 下边这一条 也一样 其二 原刘一清 前堂仪式 卷六 细文 慧银 调云 胡山歌舞 成汉百年 甲四到少时 调达由圣 自入巷后 由为福 贤行 或隐于济家 至 勿成 己虚 兼 王焕细文 盛行于都下 使自太学有 皇可道者为之 依参观诸妾见之 至于群奔 遂以延去 你看 这一条资料 其实就是 再说 细文应该 影响力很大 社会风气都因它败坏 这个贾世道的这个妾 看到以后 都看人家失奔了 他主要在记载这个 可是什么 不意之间 有一个重要的什么呀 王焕细文盛行都下的时间 有没有出来啊 有了 那王焕细文盛行 就可见细文也在盛行 这个也是贤存年间 所以贤存年间 我们就可以定 细文很盛行 可以到处留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种可靠的 借兵定足法了 类似这样子 像前边呢 我们已经 从各种资料证明到 全桌 一定是有留步 那么至于操作 第三行 二十八 至于操作 现存可以确认是明代戏曲的剧本 有七种 那么这七种都是怎么样 都是在操作 那可见操作会不会有细文留步啊 那就不必说啦 好 各位再看 二十九月 那么细文在杭州 他杭州是都城 你看 有一二三四五六六条资料 都是和前唐杭州有关系 作者不是那边出生的 就是和那边有关系 那杭州有没有问题啊 也没问题 所以我们所谓考试留步地点 就是运用这种方法 这一些呢 我希望啊 各位呢 能够这个 仔细自己看 学习啊 一种运用资料 和来论证的这些 这种方法 我已经把这个整个都印给各位 一定各位要自己看 我所说的 只是告诉你们 一种学术的态度方法而已 这个如果要细细 一段一段来谈 来讲 那么一年内是讲不了几篇了 我好大喜功 各位在这方面 学学我 不会有什么坏处 都读一些 读一遍不清楚 你再读一遍 最后不清楚 再问我 那么最后 这样经过这样的考证 我们就可以做个结论了 好 三十四页 总结全文 可知由南系的众多名称舟 不难探究其渊源形成与流过的历程 胡林生手是在永家处起时 以乡土耕舞为基础所形成的小戏 时间约在北宋徽中宣河间 永家杂具或温州杂具是 是胡林生手吸收流入民间的官本杂具所形成 乐曲是李向歌谣和词调 时间约在南渡之际 这时就福建而言 应当也有 莆田杂具、泉州杂具、漳州杂具 戏文或戏曲是 永家杂具又吸收 说唱文学以丰富其故事情节和音乐曲调 乃至曲调的连缀方法 从而重大为大戏 时间约为宋光中、邵西间 永家戏曲表示 其向外流过 有文献可征者 宋渡中贤唇间 已流传至杭州和江西南风 江苏、吴州也约在其时 又从朱西、陈纯、珍德秀之主张禁系的资料推测 福建、闽南地区的莆田 河州和漳州也应当在光中曹就已流入细文 而广东潮州由后来的细文传本观察 也应当是细文流过的地方 只是时间未必在南宋 现在福建的普仙系和黎元系为南系一项 大抵是不差的 南许细文、南细文、南细 只是元明两代的人 为了用乙和北曲杂具、北杂具、北剧相对待的称呼 他们和细文对待杂具或颂元细文对待晶元杂具一样 都是体质之种 而当他们流过各地 以细文为例 会产生两种现象 其一由勇家传到江西南风 虽结合当地方言和民歌 但基本上尚保存 温州枪韵味 视为枪吊具种或生枪具种 其二 如由勇家传到莆田、泉州、潮州 枪吊被当地土枪所取代 而有蒲枪细文、泉枪细文、朝调细文 元代以后的海岩细文、鱼药细文、 鱼药细文、昆山细文也是如此 所以说 有关南系的名称 如果能从其渊源 形成与流过的历史去探讨 其意自明 就不会有分歧的时代先后 和内涵秘密的不同看法了 而有关 好 你看这个 加了一个柱 35 你看这35 这一大段 就是学者怎么样 纷纷扰扰的现象 把这一段念变 这个柱35 好 如前南洋细文概论 认为温州杂剧、永家杂剧的称号 应比细文一词晚出 唐提、南系探索 认为温州杂剧、永家杂剧的名称 不仅比细文 且比南系文、南系等名称还要晚出 见南系探讨集第一集 刘念兹、南系新政 认为温州杂剧、永家杂剧 是明代人给予南系的别称 周一白、叶德军、孙崇涛三人 均认为温州杂剧、永家杂剧 是早期南系的名称 见周一白、中国戏剧史长编 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 叶德军、戏曲小说重考 明代、南系五大腔调及其支流 孙崇涛略谈南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南系探讨集第四集 又王国为宋元戏曲考 南系当初于南宋之戏文 见宋元戏曲考 南系当初于南宋之戏文 王国会都会有这样的话 接着 清暮正儿 中国禁世戏曲史 夜四十六 戏文一语 当为元代人 出乎南宋旧杂剧之语 绝非语杂剧为别种之剧 今宁分、南系形成的时间变 温州杂剧、勇家杂剧、狐林声首 戏文、南系、南曲戏文 名称虽易、其时相同 只是因实地的不同而有不同 称谓罢了 在文学增刊第十五集 落地戏文辩证为 戏文是个大概念 南系是小概念 戏文与戏剧同意 南系只适合于原名与北剧相对 见南系密集 各位 如果你们是初学的人 碰到这些大学者 会不会把你的脑袋搅得像一团降虎一样 不知所从 你就可见这个问题 这各个都是大学者 但是你看他们的观念 也就是说 基础、逻辑的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 为什么南系和戏文 还说什么什么在那边 南系是南曲戏文的怎么样 最后的省称这个简单 它是用来和北杂剧怎么样 对立的 所以南系和杂剧 如果不势均立敌的时候 会不会有南系的名称啊 就不会 它一定是南系 要对北系 它已经势均立敌了 这个呢 如果日本 不以为经济发达的话 那它呢 那它呢 在我们古代叫称它 欧寇 对不对 就不会像现在称它 大入本 所以名词呢 这些学者就是没有从全面宏观所有的名词序列的一个仔细的观照 也不了解 戏曲原生之道 是从小戏 开始 生命 戏曲剧中 也是个生命题 会很简单 那么要形成一定是故事内容曲折复杂 对不对啊 然后壮大会大死 你壮大以后 你过程戏曲的元素的艺术元素要不要跟着也提升啊 也要跟着提升啊 就像一个人如果地位高负责任越重 结果呢 学养不足能力越来越差 那怎么办啊 那当然是后果殃民 所以像这一段 那比起王你就知道 那个学界的纷纷扰扰莫中一世的现象 好 接着 而有关来戏渊源的问题 如果能分开小戏大戏讨论 以胡林生手、永家杂剧或温州杂剧为小戏阶段 就知道其与其他地区诸如 莆田、泉州、张州等地 会有多元并起的现象 以戏文戏曲为大戏阶段 也易于探索其有永家杂剧壮大形成的现象 那么同时的莆田、泉州、张州等地 就不一定会有相同的条件 将其杂剧壮大形成为大戏 他们最大的可能性 也只能像杭州和南风那样 从永家、刘伯来细文 若此 则作为大戏的细文 就应当是一元多派了 而如果 也能明白体质剧种 那这个表就是把那个很复杂的东西再怎么样 再把它简化呈现清楚 我问各位 后来呢 像泉州有泉腔 潮州有潮腔 我们说过腔调是一个地方的怎么样 方音与方言为载体 所形成的一个区域的共同语言旋律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枪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枪 可是我们想象中应当也有 潜州杂纪 张州杂纪 潮州杂纪 可是为什么都不见了文献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什么样 文献 本来就是残缺不浅 没有被记载下来 第二呢 就是说他们当地形成的 那个小戏 有没有向外留博啊 没有向外留博啊 没有向外留博啊 没有向外留博 当然就没有名称嘛 你像这个湖北的 黄眉县 它自己会产生 地方共同的语言旋律的腔调 可是因为它的腔调 留博出来了 我们知道 哦 有个黄眉调 对不对啊 它如果不留博出来 谁知道它要留 就不会 它没有影响力 所以它这个名就不彰显 它还是地方土腔 地方土腔 这些啊 这些啊 各位啊 这个概念 基本逻辑概念 就不会混饶 许多学者就是 没有对这个腔调 对这个戏渠的 小戏大戏的分野先做 体制剧种 腔调剧种的互动关系 这些基础学问没做 所以当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内缘于某一方面 就会胡说八道 刚才我们提出来 就是这个缘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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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